我们的双鱼 OK 就为了我们的B-SAD 2 story 今天是我跟小羽 咱俩是什么组合 双鱼组合 是是是吗 甲鱼组合 双鱼 接着双鱼得了 你还记得吗 这是在准备 IOVU之中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比如说 比如说拍电影的时候 三周年的时候 边准备三周年舞台 边搬宿舍 是吗 IOVU的时候准备了 做你自己和Monster 做你自己和Monster 然后还有就是 拍了V电影 他们还干嘛 去年年底的 搬家 我们去年还搬家了 当时搬家的时候 我记得就是很匆忙 然后我们从哪个地方回来 然后直接就搬家 搬到新宿舍了 是 是这样的 我是说实话 就是我真没有记忆 这个人 如果不是小宇 刚刚说我们 我们是因为行程 回来这些搬家很匆忙 我都我都忘了 我现在甚至忘了 我们什么时候搬的家 去年十月份搬 是吧 不是我觉得我们两个现在就是 我们拍这个第三处 当时就是完全是我们两个在回忆 并不是说我们跟他们 讲有趣的故事 就是帮我们再也 是帮咱们两个回忆 帮我们再寻找记忆 好像就是感觉像什么 好像是咱们两个大病出狱的病人 在做康复 在做复健一样 我相信来了 好 就是我们先拍的微电影 然后在厦门之后 我染了那个灰色的头发 回来直接拍了 猛斯特连事 然后边拍猛斯特连事 边搬家 然后边 然后边拍猛斯特连事 边搬家 是个什么形成的 就就是那段时间 哦那 猛斯特连事是一段时间 经过我们一系列的回忆呢 我们想到了我们的对名 对 我们是什么 红鲤鱼 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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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鱼 好我们先打招呼吧 我们是 红鲤鱼 鲤鱼 然后 哈哈 微电影拍摄的时候 其实我挺好奇的 就是 我们不是一个人一个人拍的吗 我不知道你们那边发生了什么故事 我首先我跟他们很不一样 就是他们可能背景啊 包括什么 就稍微都比较凄惨 我从我刚才拍摄的第一站 就是在一个海边一个餐厅 当时我们在厦门 然后你餐厅 这个餐很好吃 非常棒的一个餐厅 就是你坐在餐厅里面吃饭 还可以献上海边 甚至是你还可以游泳 就能去一个很美的第一个地方 然后 然后什么我就不记得 第二天 第二天我就去我家里 就找到一个老房子 那那是个咖啡馆 一个很老的一个咖啡馆 前面 然后后面就是一个院子 我当时记得很清楚的就是 因为弹钢琴 弹钢琴当时是那个 对于那个钢琴选曲呢 包括要求比较高 我还没有达到那个水平 当时是那个 是请了 上面有一个老师 就是弹钢琴特别厉害的一哥哥 然后他就教我怎么弹怎么弹 但是我记得很清楚 因为他当时弹那个还 说的蛮快的 我只能跟前面一点 你就后面再长了 我就扒不下来 我就生不下来了 然后我就弹弹弹弹弹弹着 就不对 然后当时我很尴尬 我真的很尴尬 就是我在弹下面真的有人在听 我就是蠢蠢在乱 但是那个老师就站在我的 站在我的这个相机的侧里 他就看我有什么不对的 就给我提醒 然后下面有一些 演圈演老师们 就很敬意 就虽然我是在乱弹 然后老师们就是在 甚至还有交流 甚至导演就夸我弹弹了 也算是比较厉害的一个 要想一想 剩下的就没什么 在你的呢 就是我就拍了一天 我们当天是厦门正好洪水 洪水 不是洪水 洪水 我们在厦门还遇到了洪水 是 真的 就是洪水 我们真的去那个洪水 我想起来 就是在我拍小说的前一天 差点把书全淹没了 当时是谁没回来的 就是说因为洪水把路堵了 他那个车开不进来 是谁呀 就在外面过了一夜 没有吧 是游进来的 最好笑的是洪水爆发了 当时我还在睡觉呢 然后我的化妆哥拍门 把我叫起来说 消息明天不用 不用早起了 然后他把我叫醒之后 我就睡不着了 我突然讲起来 那些洪水来往上去 早上起来 大家所有人都起来 他们来聊这事的时候 那个化妆哥特别夸张 哇 你都不知道 我吓了 我的箱子当时在水上飘着 真的 而且我们就 刚才住的就很偏嘛 那感觉一楼都 不是 因为我们住的是 我们住的是的那个山街 别破 对 可能当时都吓傻了吧 确实我没结论过 我第一次 咱们所有人的衣服 一楼的全被淹了 当时是工作人员集体都注意了 然后剩下我们 孩子们都住二楼 就是现在是对我们 造成的影响不大 但是我们非常同行我们的工作人员 他们为了我们付出了太多 之后狗狗和我是 几乎同一天拍摄 他们是上午拍的 然后他们进那个学校的时候 化妆师 着急跑 然后把脱鞋给跑掉 因为洪水导致我们后面有很多很多的后续 什么就是玩那个密室玩到12点多 然后接到电话之后就是说 说那个 因为那个发洪水导致停水停电 然后我们就说回不了家 回不了家怎么办 我就露出街头 我当时真的很困 我那个密室 当时就玩那个微孔 因为对我来说也没什么意思 当时那个密室玩的时候 那个僵尸突然跳进来 好几个人就把我这么贴在墙上 我想动都动不了 他们 他们在那追你知道吗 那个僵尸是从这个方向往这边接 然后当时我们这边见了很多人 然后突然间所有人开始尖叫跑开 就当时啊 然后我就被他们推了一开始 我觉得嘴又闪 你就被挤到贴墙上就这样 狗妹 狗妹在这么急我 不是 他就 狗妹 狗妹他不是害怕 狗妹是被吓了一跳 狗妹是 啊 然后一个贱目就 穿得超级快 就 他是冲出去的 那是海文抱着我的腿 他僵尸一过来之后 他就跑了 我现在想想好像是 欣洋跟栗子豪 反正就是他们三个跑得最快的 认识和栗子豪 龙龙 第二天那个电路 骂就好了 然后我们就回去了 对 然后后续它是什么来了 没了 我们厦门现场差不多结束 反正我们在厦门吃了好多好吃的 然后我觉得厦门那边的生活 我的节奏真的很满 然后很舒服 对 然后后面我们就去了那个鼓浪雨了 我们坐船去的鼓浪雨 我的手机壁纸也是前前几天换 在去鼓浪雨的那个船上 然后我拍了一个那个 呃 船荡起的那个波浪 然后很好看 就一直用壁纸 一直用到了很久很久 鼓浪雨还蛮大的 我们当时走路 真的是走的 这边已经一直在走路 哦 那里的海鸡好吃的真的很多 我们有好多都没吃到 对 但是我们吃了什么呢 刚好奇 就每天我们就 在不停地吃海鲜 比如说吃这个吃那个 那我们吃什么 你这么一想 你什么感觉好像什么 什么都没吃 我们吃什么了 我们当时买特产了 我记得 特产是什么呢 哦 就是那个什么 猪肉和牛肉和娃 好好吃 没有牛肉 我们好像不是猪肉铺 我们当时 因为当时我们 我们几个没有买 当时是工作人员在买 然后我们也在旁边 疯狂试吃 一说到猪肉铺 我想到澳门 那个猪肉铺 好香啊 你怎么能聊到澳门去呢 因为有空气 那段时间 是既开心 又辛苦的一段时间 真的很快的 对真的很快的 就是我那个微博 我那个教大家 跳我们那个monster 那个舞蹈 在海边教大家跳舞的那个 就是那天我们去的那个海边 去吃饭 那个饭真的 那个海鲜真的很好吃 满满一桌子 是吃那个导演 我们导演 张导臣我们吃的 真的很好吃 海鲜自由 实现了一天 很开心 嗯 而且我们还在那个路边 买了那个烟花 当天晚上 对我们当时 去完那个海边 一起拍了照 还看到了流星 对 确实 当天晚上看到了 真的很美好 然后也差不多了 我们已经后来 后来也就是该说的都说过 然后后续 回北京之后 后续就是忙了 现在就形成了 就是音乐节啊 各个音乐节 然后我们现在还在准备 新的专辑 准备V 然后但是我们现在 这张专辑 还没有结束 希望在之后 演出 很快就可以和大家 随便 V 这张专辑 但其实 V这张专辑 然后就是我们 还是多多期待吧 然后我们现在 再准备我们的 已经差不多了 然后大家都 准备期待我们 V这张专辑吧 会 没错 我很好听 咱们再去做点什么 因为没说错 然后我们 现在 我们还在准备 然后我们现在 有关于我们准备这个 就为这张专辑 那我们还专门 这个可以说的吧 不可以 那你帮我逼掉就好了 帮我自己逼 那可以 诶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 如果混成女的报纸 不能全能读出来 我 因为我是真的很实在的在说 我真的很实在的在说 我真的很实在的在说 我是帮我们 拍的那些内容 全都给大家说了一遍 可以 这由我们开始的序章 总是要结束了 中章现在就是 然后 怎么说也蛮刚开 蛮期待的 OK 那我们 本期呢 BCI 2 Story 到此结束了 我们是 与你 对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BCI 2 Story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